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等於是已經來了 就交往隊已經來了 遠景貨包趕到現場 一家七口困在電梯內 緊張的不斷按對講機警鈴 他說他這裡坐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裡頭的民眾漸漸躁動 警消決定救人第一 立刻用工具撬開電梯大門 小心啊 你的腳小心 他有沒有藥 救護班友 不要 救護車 三個小孩最先被救出 其中阿嬤因為太過緊張 氣喘發作 孫子還不斷安撫說 不哭不哭 阿嬤被救出的時候 還得由人搶扶著 你是氣喘有發作要怎樣 沒有 那個氣喘 變胖那個了 好好好 幸好阿嬤的氣喘很快緩解 來自臺北一家七口四大三小 三個小孩分別是六歲 五歲和一歲抱在懷裡的嬰兒 他們原本要來一中間遊玩 卻被困在地下停車場電梯內 長達三十分鐘 做到這兩句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 我也對 原本能承擔十二個人的電梯 為什麼載了七個人就突然停住 警消推斷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可能是中途中有比較大力的跳動啊 或者是重量傾向於哪一邊 都有可能導致電梯的安全機制啟動 不太敢欸 怎麼說 因為這感覺看起來比較老舊一點 聽到有人受困電梯 停車場其他民眾有人嚇得不敢搭 一家七口電梯驚魂 幸好沒有人受傷 記者 李亞信皇總引臺中報導